3之3的习题第二题是求下列个值 好那第一题 以4为底的log64分之1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当然就是用定义来做咯 好4我可以写成什么 2的2次方 这个很简单大家都知道 那64分之1呢 可以写成2的多少次方 2的5次是32 所以64呢就是6次 那因为它是导数 所以有一个负号 所以是负6次 好不管是底数或者是帧数它的次方 我们都可以往前搬 好那是你要记住 住楼上的 就是帧数 帧数是住楼上 搬过去就是住楼上 底数是住地下室楼下的 搬过去就是住楼下 所以是2分之 负6 好那后面呢不变 还是以2为底的log2 好西数的部分叫负3 那以2为底的log2呢 就是1 所以我们的第一小题答案呢 就是负3 好再来第二小题 好一样的话呢 那我们就直接写咯 以125为底的log25 125呢是5的3次方 25呢是5的平方 所以一样我们系数往前搬 3分之2往前搬 剩下的 以5为底的log5 就是1 那我们下次就不写咯 好这次我们再写最后一次 再来第三题 以9为底的log更好3 9呢是3的平方 更好3呢是3的2分之1次方 好一样次方可以往前搬 底数的次方2住楼下 真数的次方是2分之1 所以住楼上 后面以3为底的log3 我们就省略不写了 好2分之2分之1 所以这是4分之1 好第四题 好都是一样的题目 所以我们呢就快快的 把它写好就好了 8 根号8为底 根号8为底的log4分之1 好8呢原本是2的3次方 但是因为它又再开了一个根号 所以呢是 2的2分之3次方 好那4分之1呢是2的2次方 但是因为导数 所以就变成2的2次方 所以就变成2的2次方 好一样的我们把次方往前推 底数的次方2分之3就写楼下 帧数的次方 负2我们就写楼上 剩下的就是以2为底的log2 我就不写 好那我们整理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是 3分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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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之4 4分之4 4分之4